又换律师了 这是吴淑珍的二审的义务辩护律师 本来是罗子武 他单枪匹马压力很大 到处讨救兵弹困难重重 有很多人听到 这是吴淑珍的案子立刻加以拒绝 终于有一名资深的女律师 她叫袁大荣愿意接下这个案子 今天她接受了中天新闻的独家电访 笑着说 她的女儿也是律师 知道消息之后还笑妈妈 真是中了乐透 吴淑珍二审义务辩护律师罗子武 看完三大本判决书花不少时间 旁边上千页卷宗只是冰山一角 十分之一不到 我光是硬我就腿软了 吴淑珍庞辰财产被查扣 10号又已经提抗告 事情忙不完 罗子武一度打退堂鼓 只要听到是说 要接这个义务辩护是无夫人的时候 全部都打退堂鼓 希望他能够承担 这个很多无形的压力 继续接下去 继续接下去 我非常怕他跑掉 他跑的时候 大概我可能也跟着跑 好不容易找到的旧兵 就是他 袁大荣律师 问我12月18号下午 你有没有空 是 有没有 有没有 另岸的天气会撞停 我就没有啊 可以啊 万万没有想到 只是这个 如果知道是不是这样子 我已经跟他说没空 我已经有一点起火难下 他就说我中奖啊 说你中奖 纽约开玩笑 袁大荣中大奖 其实也代表压力不小 袁大荣当过法院公正人 后来担任律师 20年资历 消保会 老委会都请他当咨询律师 同时是智慧财产局著作 全法讲师 经常到处演讲 谢金燕川国际庄 引发争议 也是有他辩护 家里面的人当然会比较心痛 我不要太累啊 大概往好处想就这样 我也有一份好奇 那我也希望从课中 我能够学到一些 帮无数真辩护 压力真的很大 袁大荣赶工作功课 为开庭做准备 追新闻 许志明代秋容 吴嘉惠台北报道